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是个重要问题 但是小帅哥 我通过这个黄金周 国庆黄金周 我体会到一点 这个壤外必先安内 这话 真的 真的壤外必先安内 知道华山吗 应该读华山 但是咱们很多人 华山就华山吧 华山暴动了 这是网上的这个说法 说山脚下暴动 而且咱知道高潮就是溅了血了 流血事件 现在还躺着一对夫妻说给捅了 也是一团华山云雾 开头说是警区保安捅的 后来赶快说 不是不是 说当地农民打架 又是临时工 后来又说是什么 黄牛党怎么怎么着 反正现在搞的警察也非常紧张 抓着两个这个嫌疑人 这事还一时说个不清不楚 但是主要不是这个问题 小帅 你这个黄金周 对这个路上的情形 有什么见闻 其实我还好 我是黄金周实际上 没有做一个旅游出行 我是因为事 比如说成都 还有香港 这是正常 还不属于到旅游热点去 但是有一回我是 在黄牛之前了 我是去那个哪 长白山天池去了一次 就到那之后 我其实是不爱旅游的 但是我说到那了得去一次 一去以后真的很恐惧 就还不是黄金周 还是一个就是正常一去 那一整个一片地方 你就随着打溜去挤那个门过 比如这块检票 剪完之后 我说他如果这边剪完 有很大一个排口 如果你从那开始 你这个队剪完 能够有一个专门的通道 到下一队能好很多 你就挤一次 他这个剪完 人流涌出去 开始往内 那个去拼命去挤 挤到那块 又是一个瓶口 瓶进口 然后再去挤 挤到那后再进去 然后到山上 几乎就是沿着小道 上去之后 看天池又有雾 看不清 人山人海 只能看一眼再下来 整个那一片地区 我估摸算一下 能割一个集团军 哎呦 你说还有旅游 哎呦 这个就不是旅游了 不是旅游了 我觉得 我在报纸上看 说深圳不是有个大梅沙吗 一天你说那个沙滩上 五十万人 接待了五十万游客 说他那个新闻标题 说得也挺逗 说大梅沙 今天不见沙 就全是 你说五十万人一站 看不见沙了 那真就是 真是人海茫茫啊 你说玩什么 这是 这是玩什么 这个跟我们是不是 跟那个黄金 黄金州的集中在 这一礼拜啊 什么的 这个很难解的一个问题 小沐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我是今天刚到的 我就因为赶到这个 等这个黄金州完了以后 那我太太和小孩 是比我早 早一点回来 当他们回来就不敢出去 我们每天打电话 因为南京那个福祉庙 也是人山人海 对吧 而且到处 他都不敢出去 到附近周围 就不要说开车了 本身 在那边开过车的 到了这边就已经 那个交通积息 就完全是两样的 他不会出去的 真不知道 就是说 我觉得我现在的旅游观 已经很进步了 你知道我的旅游观是什么 什么地方好玩 人少的地方就是景点 人少的地方就好玩 你作为一个中国人 是吧 我觉得现在完全应该 进化到这个旅游观 虚境通幽 此处风景独好这样的 但是你是有这个条件 就是你的 对呀 因为你的上下班的时间 它可控可调整 这样的话 你可以再避免 好多好多工薪 上班的人 他都要上班 只有在放假的时候 大家全家人 凑出一个固定的 没事的时间 所以它是个集中性的爆发 没错 你看你这个说的一个问题 就是中华民族 擅不擅长管理的问题 这确实是个 我甚至有时候觉得 是咱们性格的问题 你比方说 我是一个特别缺乏远见的人 后来我慢慢发现 我们同胞都不大有远见 就是真的 就是说我自己就是这样 你看咱们通常就是说 到哪再说 去了再说 是吧 但是你知道 那天我们有 还有女嘉宾 傅小甜就讲一个故事 说你看英国人的计划性 为什么外国人老是订机票 提前一个月订 就便宜的不得了 是吧 说英国有一个教堂 大概是十几世纪的时候的教堂 他现在要维修 维修不是得修旧如旧 还用那个梁 还用那种树 什么橡木 还是什么木 用那种树 当年提供这种木头的 是一个家族 然后就去找这个家族 这个家族的就说 你们来这正好了 几百年前 我们老祖宗留下一讯 就是那一片树林子 种了那么 就为了这个 就为了说 估计几百年之后 要修 这刚好 就是这么大一片树林子 去砍 就是家族的这个延训 就几百年 不许动这片树林子 不许砍 你就说他这个 他这个计划性 计划性 还有对于传统 对于还有理性的看待 整个的发展 眼光的长远 这个方面 真的我觉得 倒是不能光怪老百姓 不能说老百姓 没有计划性 它是一个制度的建立 它是一个 更高的层面 为老百姓 去提供可能性的一个 你说的太好了 所以我就说 它是几个层面的 没有计划性 你比如说 你从全国上下一盘棋 你就说到这个黄金周了 但是咱具体 再说要一景区 我就觉得 这到底是没计划性的 还是利于熏心的 就是说 你看 我就发现意大利 不是说人家外国 不会人龙排那么长 而是说 其实我觉得咱们 要不说还有一个问题 还不光是个安全问题 是个有个旅游质量的问题 你比方说你去梵蒂冈 为什么 你提前就得在网上预约 你知道吗 如果你在网上没有预约 那么对不起 你要大排长龙 我们前一阵去米兰 米兰连排队都不准 就是看达芬奇的最后的晚餐 他要保证你这几十个人 一拨一拨的进去 在里边能够待个15分钟 能够保证你的游览质量 对吧 然后提前你就得在网上约 我们没约到那就不让进了 除非是人家查到 有两个人预约了 但是不来了 正好我们很幸运 前进去补上 你说咱们这个 他对每天的流量是有控制的 有知道我近多少人对空气 呼吸 对这些消防 各方能够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他都是有一定的控制 所以这方面 当然人家可以说人家做的好 可是当中国人那么多的时候 当中国人集中在一起的时候 这个问题当然有利益熏心的 来 来了就卖个庙 中的越多越好 我就这一礼拜是黄金 黄金嘛 我是挣钱的黄金的时候 你们是旅游的黄金 咱撞一块就来了 但是我看到那个电视上报道 就是张交界 我看那个央视台的报道 这边还空着呢 还不满呢 别的地方是满了十倍 二十倍 张交界还空着 那就说明政府或者是我们行政机会 没有输到好这些游客 不管是一个省也好 全国性的也好 你突然一下让他高速又是免费了 所以大家都出去 结果跑到高速工作区散步去了 没错 就要溜狗去了 所以他们这次 你知道我们网上都说什么 这回知道了 以后再不敢将国家便宜了 再不敢将国家便宜了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品质的源泉 责任是品质的保证 品质改变世界 三亿重工 这个华山呢 我去过 所以我真是可难想象 你知道我就看这次说华山暴动这事 有一个家庭带着一个72岁的 他的老公公 婆婆是得69岁 还有一个三四岁的女儿 夫妻俩 这一家人 就讲他这一天 我就感叹 中国人民 这个是这么多么可敬的人民 就是说 你想想要换咱们 他经历这一天 从早上九点钟 他们自己开车去了 到了这个景区 说等在那儿 那已经排 这是排了多长时间的队 排了大概有 恨不得一个小时 一个小时 因为只有两个窗口 卖票 说为什么只有两窗口卖票 就说因为这还分三段路 你说你在门口买了票以后 你还要搭一个中巴车 这个中巴车在你走到 锁到缆车的口 然后缆车锁到口 你还得有票 就说卖三成票 跟刚才一样 我刚才说 常卖天池一样 对 他们后来说 为什么卖三成票 有人说 我没调查过 说原来这三段路是三家公司 经营的 所以这家人好 一下子又坐中巴折腾 到了缆车那个口 到缆车那个口 排队 你这排多长 排了四个小时 四个小时 然后老人都不行了 然后工作人员 还在那大喇叭 在那喊 就说告诉大家 如果你在这排队 等着坐缆车 大概要花四到五个小时 这个花的时间太长 建议大家智取华山 我说什么叫 智取华山 我说什么叫智取华山 原来智取华山 是一条路 是一条路 自武华山一条路 可能是那条 当年占领 直上直下了 解放军 建议大家智取华山 智取华山 说让大家走上去 但是他就说 你工作人员 为什么不说 智取华山 走上去也得折成四五个小时 反正上了 上了之后 这家人到山上 走了四十分钟 就买了一百八十万钱的票 走了四十分钟 看出形势不对了 说这山上人比石头多 你知道吗 全是人 说这时候叫有远见 说咱不玩了 赶紧回 这个时候 已经晚了 已经晚了 就又在这个锁道门口 说排队 得排四个小时 然后工作人员 又在这说了 说在这等 要等四到五个小时 建议大家步行下山 步行下山 快的话一个小时 慢的话两个小时也到了 然后你步行下山 到山脚下 到这个售票处 可以给你退票 但是后来这家人就说 说这个工作人员 一方面 他没说 走着下山 中间也得堵 堵 最后他们是走了 多少个小时在下山 第二个 他没说 山底下的售票处 早已经给愤怒的游客 给砸了 实际上不能退票 就是他们这么走 走 抱着孩子走 走到凌晨 十一点的时候 你就这么走到山脚下 这个时候说 又一个崩溃的消息传来了 说华山脚下暴动了 你就是我刚才跟你说 暴动了 就是连那个从景区口 那个八公里的 那个盘山路到锁道口的 那个中巴车 开不上来了 唯一他说 他见着开上来的什么车 120 老人晕倒了 坐轮椅的不行了 120 然后这些愤怒的群众 把120拦住 然后你说当时这乱的 就说这个家属 因为家里 家人出情况了 跪在地下 说求求你们 我这要送医院 这样大家才让这120 下去 哎呀你说就那么 这个挺吓人的 仔细想一想 想想那个 如果现在只是一个 现在报道中 捅了几刀之后的 小范围局部冲突 如果真是那种恐慌 情况一蔓延 然后整个一个 哪个链条一崩 那个事情大了 多恐怖 那个华山一条路 我在那个天池 我想这要出事 一挤人挤人 就要出大事 在那个上面 没有酿成大祸 算真的是幸运 这像大地震 来了一样的 对啊 你是经历过日本海啸 还好没有什么策划 策划再加上滑坡 太恐怖了 上面 而且我去过华山 很早 那时候还没有那么多人 没有那么多 而且现在旅游 对旅游的概念 越来越重视 这两个是好的 生活的质量提高了 大家知道去旅游 要享受人生 去玩一玩 这一集中爆发 那么这种接待能力 输导能力 还有包括 你刚才说的 对旅游这种认知 其实我们是休息 休闲 可是现在都要挤到景点 去看一眼那个景点 也难怪人家 可能七多岁老人 没有去过 那么好像终于能够去一次 形成这种那种井喷 这种井喷 你怎么去诱导它 怎么去疏导它 看过一次 还要不要第二次 第二次 你怎么去玩那些 平常地方 让自己 疏心的地方去玩 那这些都要变成一种 其实还是一种 不管是公司也好 单位也好 休假日 休假日应该把它错开 还有是它有些年休 它不一定在长修的 这个是国庆这个长修 全部休息 有的还可以工作 你可以把它错开的 其实 因为那个单位 像那种待兴度假 对 然后呢你自行 像英国或者哪 他们巴黎 当然法国也有 它八月份整个就是 一个月是全部的 全国休假日 到哪都不能办事 但是毕竟它还有一个个人 各个单位不同 我可以自主决定 我在未来这一年 是什么时候休假 然后呢大家可以报名 来计划 法国人 这可真是 我见过中国的一个商贸代表 跟我说 就是法国这国家 吃早就玩玩 我说 用来 他说 我们这个这么大 多少亿的这个合约 这个合同 一个月打他们公司 没有人接电话 八月份不可能 都上地中海去了 说这要在中国 法国南部 你做不做生意 是吧 而且到八月份 打死就一个月 是没有人的 这个特别奇怪 这国家还能这么运转 但是还有那个特别斗 他们其实也不是说 全部蜂拥到这个法国本土 他可以全世界 还有地中海 还有一个他们现在特斗 就在那个巴黎 那个三大河边上 他到那个休假日 他把他整个这个街道 还有整个那个低岸上 全部铺上沙子 就有那个景观 铺上各种沙子 然后就制造那个海滩的效果 然后呢 就很多城里人就不出去的 也怕挤啊什么的 就在这个边上 躺在海滩上 那个躺椅上 假装晒太阳 就假装那种 变成就在城里搞 像是比斯大街 他都有那个 有那种 一铺铺成一顶条街 然后有几天之间就玩这种 这个我们中国人民 现在也弄了 我们也弄大型海滩人体艺术了 现在就玩人浪啊 我们在大煤沙 不都在玩人浪吗 其实你像中国这么大 960万平方公里 其实应该每一个城市 都有自己的旅游景点 而不是翁到另外一个城市 另外一个地区 另外一个省 那但我讲多日本 可能大家就不高兴了 没事 日本真的 每一个城市 它都会有自己的景点 你走到哪一个城市 你都感觉到买得到礼品 可以享受到温泉也好 每个城市 每个城市的特点 这点是你 这虽然是一个岛国 那如果中国那么大地方 其实可以做更多的这种景点 不要老是 捧着几千年的那个华山 或者几百年前的什么东西 你可以造些新的东西 可以分散些人口 现在正在做呢 都很多了 像什么西门庆顾礼啊 还有孙悟空故乡啊 都在投资十几个亿 都在建设当中 很快就有了 全国迪斯尼都有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美丽是由内而外的 源于心 现于行 一个人只有内心充满了 人德和善良 才是美好的 丰盛十年 大理特约之 2012中华小姐环球大赛 灵污染岛国新西兰发生遗奇事件 特级乳牛慕名失踪 真相是什么 密切留意 众星为你聚焦 世界因你璀璨 新一代轩逸 要是登场 感恩四百万 彪汉礼遇回馈每一个你 东风日禅 所以其实啊 中国人不是不会游山玩水 甚至某种程度上说呀 中国文化是最会游山玩水的 所以啊 我可以给你们看张照片 就是一个这个玉雕啊 是这个清朝的时候的一个 一个玉雕 这里面就表现了中国人 对这个游山玩水的一个 一个理想 你可以看看 这个是呢 在上海博物馆的收藏 清朝的 其实照我看呢 这里边游客都先多 所以说实际上清朝啊 在这方面的这个这个 怎么说呢 品位上啊 已经比他更古代的人呢 已经世俗化了 就是就是你要是跟这个 唐朝世人王维的这个标准 来比较的话 王维这个诗叫什么 空山不见人啊 但闻人与想啊 就是说空山没有人呢 听见你听见人说话的声音 他就用用这样的诗来描写咱们的那 欣赏的山水的意境 所以你知道小帅 我觉得很有意思 就是说现代化 特别是中国的这个现代化 会有一个挺有挺好玩的一个事 那挺好玩的一个事什么呢 就是说 现在的很多旅游景点 比方说是苏州园林 对吧 对 现在是民主社会 它是属于人民的 它是人员有份了 可是这里面就有一个非常诡异的地方 就是当它属于人民的时候 它的这个美 你也的确打了折扣 这个东西 比如说过去说苏州园林 叫这个什么呢 趋境通幽处 蝉房花木深 它就是给剥削戒机的 是吧 这一个人 你能尽享这种优趣 可是那个时候没想到 策划园林的设计园林的人 没想到接待黄金周旅游团 你明白吗 人民本身成风景了 你说实际上它也欣赏不了 现实情况是这样 但是千万不能责怪我们的人民 对吧 人民是有权利去享受和度假的 当然了 这个你刚才是确实描绘了一个 就是完全是一个 这个这个桃花源啊 完全是一个梦想的一个境地 确实就没人呢 交通也是这样 在家那时候环境 我估计没有那么破坏的 对 全是就山山水水 那现在感觉到 对山山水水 是我们认为的一种享受 就到那离开都市啊 什么 可是在工业化进程和都市化建设 有多人又进到城市里来 人口大爆炸去建设 同时又把这些 那种山山水水 青山绿水的 又全部再去建设到一个 所谓的现代化 那个东西越来越少 对不对 它不像一个保护 一个长远的规矩 能把自然保护的很好 比如北京的周边 谁这周边都很好 那么这样的话 城市和自然的结合 如果一个人的概念出来了 观念有了 我只要接触大自然 一出去就好 青山绿水 那么这样的话 它就疏导起来就行了 现在都没有了 全部被增积 跟掉 越来越缩小 人口又在不停的膨胀 然后呢 现代人经历了都市以后呢 突然之间又梦回唐朝了 又送原明 想要去接触大自然了 那时候自然在哪里呢 就是那么几个地方了 没了 于是宫东过去 就成爆炸 这是肯定的 那所以这个东西如何解除了 从政策上 所谓的错开度假 这个期 还有就是我们 还有其实就对工业化发展 快速的脚步如何去 有效的 有机的自然去发展 保护自然 恢复自然 青山绿水 让自然进到我们周边来 我这个前一阵 从英国回来 我对中国有点希望 为什么有点希望呢 就说英国 我不是说吗 我说陶渊明到今天 也得移民英国 那是真正的田园风光 可是你看 英国也不是一直就这样的 他也经历过工业化 像你看苏格兰的爱丁堡 所有的那些建筑 为什么都是黑的 都是黑的 他说当年这是铁路 中心熏的烟 他也经历过那个阶段 破坏了这个环境 包括美国 但是是不是曾几何时 到了某一个时候 他迷途知返了 或者发达到一定程度 你看他又开始弄起来 好像还能还我大好家园 我甚至就觉得 中国有可能 其实就是中国在 我们说了很多年 其实有时之时 说了很多年 在你快速发展的时候 大家都看到这个问题了 总有几个人有这个意识 从英国 日本回来 看到这种自然的保护盒 因为他们走过来了 那么你看到前面路 前车之鉴 其实在 但中国现在有 中国的国情和特色 盲目发展到一定程度 像日本他如果说是农业地 他是不能是做工业用的 你是债钱 他不能卖的 是法律规定的 你只能工地 还有山 很多现在 很多富裕的中国人 去买山 买了山以后 他准备盖什么别墅啊 盖什么杜甲村那种 甚至盖会所啊 都有人找过 一七年了 他不给你 你开发一片 就是已经被法院判了 根本不能动 就是名人都没有用 真的他就是保护自然 然后你到哪里 都清上绿水 我从东京开车 只要一个小时 是是是 一片片的绿 没错 那些松车多漂亮 所以国家一定也有强势心 去做一战 不能够为了一点利益 全部都出门 对对对 我们接下来 给你播出 新楼贯文明喜事度 我一直在机身 本来应该觉得 他们已经在机身 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